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楼了 几零几 你也没要上楼跟着 你都看着人上楼了 你还不上楼跟着先 不让你这大理来的一个完蛋玩意 你好 先生 帮我尝一下 张小伯住几零几 对不起 先生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我知道客人信息保密 但是我们是朋友 你告诉我一下 对不起 先生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我之前打过了她关机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不好意思 先生 这孩子怎么这么酱呢 不好意思 先生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我知道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我们是朋友 之前打过电话她关机了 这句话能听懂不 对不起 先生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你怎么这么酱呢 你这孩子呀 来 先生 这里是跟我床子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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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有点情绪激动 谅解一下好不好 请问先生您住店吗 我 你先别考虑这事 我一会儿可能我要住的话 我可能都包了 我都可能发现这种状况 我现在先凭借一下 淡定啊 好了 那小伯您小点声 我小点声 小点声啊 你就跟我说下去吧 不好意思 先生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我迟到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你是机器人吗 我哪 哪怕你换句话 好不好 你告诉我 对不起 先生 实在帮不到您 客人信息是保密的 你妈气死了都要我 你就告诉我 你信不信我这几眼了 把这个冰果没有买下来 第一 先生把你迟了 先生 请你出去 先生 请你出去 干 干嘛呀 你不住店 请你出去吧 信不信 我第二件事 把你俩给迟了 快坐一下 来 先生 走吧 来 这位先生也走吧 来 先生 这边请 等一下 我等着啊 薇薇 无论如何 你得答应我 好吗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考虑考虑 你这点头我行 答应了你 考虑行 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回了多长时间了 薇薇 你是不是 有男朋友了 自从你走后 我哪儿还有这个心情了 薇薇 就是你有男朋友都不怕 我可以跟得公平竞争 我为了你 怎么样都行 薇薇 你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今天就要找我 你ogel 个人 你去带着我 你去带着就带着它 你带着它 你带着它 аш伙子 你带着我去 那带着它 你带着它 那那管子 你来干啥来了你 秀杰嘛 要吃鱼 别人家的鱼塘的鱼呢 他还不爱吃 我这不刚给捞一条吗 一会儿给送过去 孙范 你说你 眼睛里有没有点活啊你 那中午饿得闹闹叫唬 你喂一喂啊 那是我这活 我愿意喂就喂 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嘴子臭 张晓班跟吕慧 进了宾馆的房间 那进宾馆呢也许是做点别的事呗 很多事可以谈可以做 为什么非要去宾馆呢 大条下啊 小树林啊 大鲁旁啊 五眼下啊 哪不能谈 那就是非什么非得去宾馆 反正不管说什么 以我对于吕慧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错出这种事 就说什么都没有 我要说信 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等于自己骗自己呢 你信不呢 我信 他俩什么都没有你信 我信 我把大鲁二鲁落进来啊 你就掐大鲁的鼻头问他 就这个事 你就说对于男女 他俩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大鲁信不信 那大鲁二鲁了解吕慧吗 咱们俩了解呀 你怎么钻牛角签呢 行 行 你来亲我这个 我钻牛角签的 行吗 我真是不开心 你这儿干吗呀 没病 行 倒酒 你别喝了 喝太 倒什么 倒什么 倒什么酒 你行 你是不是得把东西收拾收拾 收拾都干呀 你怎么没有数啊 花生已经卖完了 得执行了 房子给我倒出来啊 我拿合同说话 我一心就得耍抽来 是吧 就你这房子给我 还真不一定要 多少年了这房子 比你家凤喜不大三岁 就当四岁 房子我可以不要 是吧 但是 我得要你一句话 你输没输 辅不辅 我拿合同说话 是吧 那以后就被老抓啊 这个吐吐就是地儿 你就不是那有钢的人 是吗 告诉你 房子我可以不要 给你留个窝 就你这两下子 你上圆圆的你也待不了 房子留给你吧 你得心里知道感激 这房子是谁给你的 但是 咱俩副家那条必须算数 人要脸 树要皮 秀杰那以后你就别去了 要点脸 瞅啥啊 我得过去了 秀杰着急了 一会儿 花莲这玩意说清蒸能不能行呢 不是 你这别喝啥水了 这把猪喂喂呀 小大爷就会看着一举 我说你 小大爷好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呢 不喝 喝东西的时候叫你 好 葳葳你不是答应我不见他 不理他的吗 怪不得人家秦亥林那么说你俩 你和张晓班你俩怎么还跑宾馆里去了呢 对了你手机还关机 你想急死谁呀 我没关机 你手机关机你自己不知道啊 没电了 有这么巧的事 你自己看去看 你不是告诉我你上镇里了吗 你现在连我也骗是不是 薇薇 为其他交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吧 我跟他见面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俩要是光明正大地见面 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他张啸班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他以前怎么对你的 你是不是还想再相信他一次 你要是再相信他的话 你这次哭得会比上一次更惨 你们对他有误会 当初他离开我的时候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张啸班你看他长那样 贼没输也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 有那么句话没听过吗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就像他那种人 他改不了 反正呢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们多解释 第一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第二 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爹啊 爹 方喜来了 你干嘛呢这两天呢 我都没看着你呢 我这也没出屋啊 你上哪儿看去啊 你这事有病了啊 脑袋疼啊 脑袋疼咋不上休结仪那看看去呢 我不上他那儿去 你看这俩头这么见 那有病咋还不看见 那挺挺就过来了 那有病是挺的事吗 行了 你在家等着 我去给你求点药去 方喜啊 换迷糊的 哎 我去哪儿去 帮你给我拿点药 我爹要迷糊的 可能是雪亚上来的 拿点酱挨药 她咋不来呢 我让她自己来她不来 她也是 行 我这药拿呢 十块钱 十块钱 贴他也吃 我走了 姐啊 我爸爸这个人呢 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 他认定那什么事是改变不了的 你固执他也有感情的 我就不信我付出真心了 我 我让你幸福他不愿意啊 快来 小八 这么长时间了 你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呀 就得小买卖 搞过房地产为啥的 是啊 未必你不知道 我这三年我在外边遇了一个能人 也是我的贵人 他是相当靠谱 一个大老板 一直带着我 他相信我的能力 对我特别好 我现在为了干这个项目 我有百分之五啊 那是相当信任我呀 你放心 未未 以后养活你那是 那你一点不用愁 那真的 我一点不跟你注意啊 咱哥们现在是事业有事 反正你自己在外边注意点 别让人骗了 那你骗啥呀 我这大哥呀 该说不说 谁呀 喂 王经理啊 怎么了 工人不干活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的了吗 一个星期以后给的钱吗 不能停工 千万不能停工啊 现在赶工程呢 对 不可以 钱的事我已经张罗了 我不一直在办吗 银行一个星期以后 剩下尾吗现在 你跟他谁 让那个帮工头老李跟我说话 让他接 怎么那不接呀 你就是接不接 咱也不能差人家钱 你跟他说 你就想办法 要你什么用啊 你想办法 工期还不能给我耽误了 而且不能停工 质量还得保证 听见了吗 你办不好这事你就别干了 好了 怎么了 我没事 工丁这边出点事 工人就是没给人开支嘛 我现在一直 那没事 我一直在办这事呢 哥哥银行贷得款 十万八万的 这是你不用操心 这钱得给人家啊 咱良心的过得去 跟我二哥打个电话吧 没事 傻事没有 二哥 你听说没 工人不干活还停工 咱们盖人的钱嘛 那我们也能让他停吗 那钱才能给人家呀 我信不信你 你手还有前面了 二哥我知道你都投理了 那我也没少投啊 对 那咱哥俩 你再跟别人借去呗 你那边人广啊 该借都借了啊 我这边有点困呢 我这银行贷款 我办呢 办的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咋办呢 我看看 行的你不用着急了 你别着急 别上火 我来办啊 你对弟弟这么好 行我想办法 我通工地 没上好了二哥 什么事 你不是让我调查 张小白和李温的事吗 他们俩就 且慢 让我准备准备 说吧 啥事没有 虽然说这个结果是假的 但是我听起来特别开心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呀 两个人在宾馆那么长时间 都干了些什么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了是不是 我已经问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他们俩一点事都没有 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问得够详细吗 当然了 起因经过和结果都问了吗 起因就是张啸班 把吕薇骗到宾馆去的 骗去的给他 经过吗 经过就是张啸班 连胡带好好的 要跟吕薇和好啊 结果吗 结果就是吕薇不同意呗 对 你这个经过也太简单了一些吧 你为什么当初不多编点 编个更合适的理由让我相信 我为什么要编呢 我为什么要编 汉林哥 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更没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没有 我有没有必要骗你 没有 那你这位相信我了吧 没有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快气死我了 你爱信不信 把账结了啊 我走了 爱信不信 我心里想 因为我坚信 吕薇她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要不这样吧 我这儿有钱 实在不行 你先搁我这儿呢 维伯 你不开玩笑的吗 我能搁你手拿钱吗 再说我这钱马上就下来了 再有一个星期就完事了 不 你放心吧 这个钱我怎么想办法 第一 我不能把工钱 不给人家钱能行吗 能欠工人钱吗 对 对不对 再我搁你手拿钱 你爸那指定瞧不起我 你真把我腿用一大水 不能 要不这样 你能贷款拍我七八天下来吗 等下来你再还我吧 不行 这还别说了啊 这点钱我整不着的话 我在你面前都没法活来 我回来干啥来了 对不对 我怎么会给人跪下去 我把钱给人家 你放心 我都能陪你了啊 我赶紧过那边去 你要用钱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唱歌 你必须得找到发音的位置 懂不懂 怎么 怎么发 你出点声来 出点声 不行 你的声音像太阳 脑门子 用脑门子出声来 来 妈妈妈咪咪咪咪 使劲 你如雪的世俗 孟聪 你干啥呢 妈来了 给你钥匙 回家看家去 你干啥去 你唇发叔有病了 我看看他去 他有病了 你让他上诊所看病去呗 怎么还亲自去呢 这不折腾你的吗 他迷惑起不来了 我让你看个家 你咋这么费劲呢 回家看家去 一会儿说不上谁来买药了啊 我走了 孟聪 你往回说发叔有病不上你家吗 这回你妈咋像他家呢 你把嘴给我闭上行不行 你没听到人说吗 起不来了 脑瓜迷糊 那不去看怎么办 别瞎说啊 喱喱 我在队伍 你自己练吧 没跟你练 这啥呀 你咋练都这样 没有唱歌天父 那辈子都废了 来呀 小姐啊 咋的呀 老李大哥呀 有病咋不上我那儿去呢 你也不让我去呀 我停着吧 那有病该去得去 那有病我也没说不让你去呀 昨天我要不听凤起说你有病了 我都不知道 来 我给你量量血压 来 我给你量量血压 来 来 有病得该看病看病啊 那血这么严重 有病能硬挺的吗 你这也不高我血压 那我脑袋咋迷糊去 这两天你就是上火了 你呀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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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你咋来了呢 这不你春发叔有病了吗 你不说不跟他来往了吗 那他有病了我还能不打理他呀 病得严重 也没啥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啊 看完了啊 那咋不走呢 你这孩子 那行 凤喜给你买的药你继续吃啊 过两天就没事的 我走了啊 走吧你 我不送你了 休息一 不用 叔 正在猪头要咱俩喝点你病就好了 我都这样还喝啥酒啊 您那休息一说你没事了 难受啊 嗯 凤喜要我给你买的罐子 你吃点啊我给你打开 我常常是不是要去啊 那 那你留一瓶 我拿走一瓶 要不要凤喜该说我没给你送罐子来了 你啥时候不难受就吃了呢啊 嗯 我走了啊 走啊 嗯 好了 我走了 是我领的钱 我怎么出门就这么两天 你得整出这么大个事呢啊 你就敢上财务局值钱去 啊 咋想的 你刚才咋说的 你是不是说说我同意了 那肯定了 我要不提你他们敢拿嘛 你找到财务中间 对啊 到财务中间的领点啊 我跟他开了 这事跟您没关系吧 跟谁有关系啊 这原因在我 责任在我 张姐那人挺好的 就想来你有一天你不干了 我接班的时候我也得用他 我 我什么玩我不干呢 我咋就不干呢 你都快不干了 我啥叫快不干了 因为我现在我差不多了 你差不多啥呀 你屋屋喳喳喳的 你一天哪 你有正事吗 你连个媳妇都说不上 你知不知道你啊 爸 你说那么不对 我就拿这一百万 我也一百多万 我也没干别的 是不是 我依然不坑人 不损人 不害人 二呢我帮向阳收拾花生 给他解决他解决他的负担 老百姓一年到头挣点地 就指着卖花生挣点钱 你说我也没干别的 我这不是好事吗 你说实话 你是奔那个收花生去的吗 你是奔夏洋去的吗 我是奔吕威胥 你爸反对我 他是怕我没能的 但我现在事业这么成功 我老有自信了 慢慢的一定会接受我 你这人李大月那个女儿 你那个长相 小时候我也看过 人家不同意你外号的就把她追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我这份感情是纯真 是真心的 你啥玩意真心的 我希望 我也肯定 我也能用真心去打动他 你打动了吗 就那一百多万对你来说算个啥呀 你说你呀 这点事至于吗 还把那花生给人退回去了 本来吕薇马上就被我感动了 你这么晚会一退 你怎么看我呀 在这我老丈人吕大业那边 谁是你老丈人 你叫得你牙疼不你呀 你老瞎叫啥呀 吕大业 一直跟咱公司是个合作伙伴 是个咱手赚的钱 你不能就那么的追人家工人 人家不同意 你就追到农村去了 爸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对爱情的那种观点 是跟你们那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你们那一代人 就属于莫斯科郊外晚上的那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 我们把爱情看得特别 特别高雅 我们对爱情向往是更加纯洁 你呀 竟做那些办不到的事 人家那姑娘根本心里就没有你 你就别费劲了 我听说你整四个保镖 你要干啥呀 谁咋的 谁要绑架你呀 是 我怕我会被绑架吗 你呀 你咋的了你呀 反正这事爸 你那几个保镖 一月给开多少钱 大零六千多 二零五千多 不还有两千清呢 你哥 那俩辞了 长得太帅了 到哪都没人看过了 光看他俩了 爸 咱还说这一百多万这事呢 你在这儿办得一点都不漂亮 你不是一百万两百万的事 你别给说了 你能干成啥 好 你和这张军蛮花接班接班的 你接什么班你接班 你不给我往哪接啊 我给你 你你你离我远点 以后你爱干啥干啥的 好了吧 这回呢 咱俩这样 彼此都静一静吧 我 你给我点时间 我给你点空间 咱俩都好好反思反思 这段时间我不打扰你 我也不会让我看见你 我也尽量不让你看到我 好不好 我们彼此都静一静 再见 你干啥去 下枪 你不上山呢 下枪啊 这里是十万块钱 你先拿着用吧 薇薇你这是干啥呀 我能花你钱吗 拿回去 小班 等你筹到钱了你再给我 你先拿着用吧 我就没有办法 我头拱地 我也得把你钱还上 我自己想办法 没事 你给你个不行 你别给我拿钱 你说你给我拿钱 我刚回来你就花你钱 我算干啥的 小班 等你凑到钱你再还给我 工人的钱是不能拖欠的 那也不行 我这次回来 我就想办个大事 我这不让你笑话我吗 但是话还得往回了 人哪没有一帆风顺的 我这个事啊 要做成的就是了不得的事 之前会有困难 但是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咋整呢 喂 你看这么得行不行 你等我这贷款下来 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你要答应我 那都不着急 到时候再说 说准了啊 那这钱我就 那我先拿着 你拿着用吧 那我先拿着 喂喂啊 谢谢你 您好先生 欢迎光临 你好 在晚安 Peggy 你好 请问你有预定吗先生 没有 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房间 看气质 先生 看您的气质 为您介绍总统套房 太聪明了 好的 先生 房间打完这两千四百八十八元 您看可以吗 可以 麻烦您帮我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 好的 谢谢您 先生 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从来不划现金 好的 那麻烦您出一下信用卡 好 谢谢您 房间住几天 先生 万 好的 收取您五千元 押金 姚先生 麻烦您帮我输下密码 不好意思 先生 您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 请问您还有其他的信用卡吗 没 还是你动我卡卡呀 动他卡呀 不好意思 先生 这个卡不是我们冻结的 不好意思 这个卡您本身 那个冻 冻结的冻啊 对 不能吧 他现在显示已经被冻结了 再试下 是不是我密码输出了 怎么着呢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先生 麻烦您再次输一下密码 好的 先生 不好意思 还是无法使用 我问您 interests我 我提到这张房子的 应该是在前一张 您的冻结 我来问一时 你不许呢 我先给失败就 怎么了 为什么 你不许呢 如果这种冻结 我会抬到лек 我抱歉 那我们要出生 最后的价格 嗯 我好 祝你工作顺利 谢谢您先生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你不带我去呗 不是 我跟你说话 我这忙忙晚上我就回来了 你就不用跟着我 这时候你不应该离开我 你不应该抛弃我这时候 我不要求你跟我玩 你去哪儿你帮我带着就行 我给你当司机不也行吗 开那么好的车 你到哪儿跟别人谈事 我往那一坐 你不有自信吗 不成的事也能谈成吗 翰林 我出去办事 用不着啥派头 我知道你办事 我也没说你办 我也不耽误你办六 谢阳哥 谢阳 朱子刚刚 这个 阿俩想问一下 就咱们整摩特队那事 这咋没阿俩的呢 那是我个头不行 还是我气质不行 给个准信 不是 那展销汇望 根本就用不着啥磨特队 而这小月她过去 那一个人也够了 用不着那么多人呢 那文松哪儿去了呢 文松去自然有文松去的道理 我听明白了 向阳你去办事去吧 这事我处理 那行 那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好 好 慢点啊 好嘞 你忙正事的 咱们别给人家添烙味了 向阳是有正事的 来 来 坐 摩特队事啊 嗯 这阿萌不组织个摩特队吗 完了我现在给当摩特去 这事哥给你做个主 就像咱俩这样事的 就摩特那事 必往咱俩身上挨 咱俩是啥呢 咱俩属于万花丛农的 两坨奇葩 我是市里的奇葩 你是农村的大奇葩 你跟他趴下啊 正好向阳走了 也没人陪我玩 你俩陪我玩呗 行吗 行 你俩爱玩不爱玩 都陪我玩一会儿行行 我屋里啥都有 没问题 对不起啊 走路瞅着点 瞎哟 对不起 算了吧 喂 海哥 这张啸班这小子 能不能干来呀 大不大 走走走 小胆挺大呀 这就是张啸班 跟吕薇的故事 他是我大学同学 就在毕业的时候 他跟我不辞而别了 二哥 怎么样 今天我很準时吗 天到了 这你放心 那能不到吗 十万块钱 咱哥俩这账呢 就算拉倒了 多少钱 十万万 算数不好啊 大决 让他算一下 刚开始借八万 过一个月变十六万 大哥 现在应该是三十二万了 零的我不要了 三十万马上给我到位 以后咱们还是好哥们 二哥 咱别这么闹啊 刚开始我就借八万块钱 我连本带利还十万 这 这没仗的事了 怎么又整出二十万来呢 你别别 咱哥们出这么长时间了 在这儿说我这钱 你都咋来的 我从女朋友那骗来的 我说我做生意啊 你这 这不好啊 二哥 赶紧还吧 宅贵一个月就变六十四万了 我服了 你把我整死 没地方整钱 没地方弄 按到哪地了 成天呢 活力了啊 干啥还不 不想活了啊 坐坐坐坐 你整死我也没用 你整死我你有钱呢 你坐呀 在这儿说这公务厂给你去 秀伴 我劝你也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再说你十万都弄着了 还差那二十万吗 他还让这么个事 这么地方哥 算我倒霉 谁倒霉啊 我 整不着钱不倒霉吗 哎呀 这么地方哥 我把我女朋友约了 我还得骗他 你就说你是我生意上的伙伴 你也不用多说 行吗 这忙能帮吗 小白 二哥看你心也挺成 但二哥办事也是一个仗义的人 这次绑定了 真仗义 二哥真仗义啊 哎 俊哥 咱把块儿撂了 都吃了真来丑啥不好 这咋还不想吃了呢 这菜上来不就吃了的吗 大军 油着点 吃 吃 吃吧 二哥 那什么 我以为来时候那 一切听我的 我说啥呢 完了 你就配合我就完了 好啊 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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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那我给你常说的那二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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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葳 葳葳 君哥 你好 海哥 坐吧 我这二哥呢 就是 我不跟你说过吗 无论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还是在我的事业上 一直一直扶持着我 如果说我张小白能有今天 二哥的功劳啊 没有二哥 就没有我张小白的今天吧 我兄弟人好 那 那个 咱 吃吧 吃 吃呗 吃 吃 吃吧 吃吧 喝点酒啊 我 我不喝酒 我 我喝点桃汁 吃吧 小白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停 他们就是你的合伙人呐 他们就是你的合伙人呐 怎么的呢 我怎么感觉 一点也不像做工程的人 你别看长相 你小心点 别让人骗了 那不能 这些年二哥呢对我的 真我无话可说 这些年都服侍我 那行了 我先走了 你别的呀 那我跟二哥回去早说呀 我不跟您吃了 我走了啊 什么 他管你借了十万块钱 完了 他开始行动了 我说多少回了 我说他回来肯定是有目的的 怎么样 开始了吧 那我感觉他也不能骗我吧 他可跟我说他跟银行贷款了 等贷款钱下来他要还我的 他说的话你能相信吗 薇薇咱们赶紧管他要钱去吧 行不行 哪怕十万块钱要不回来 咱们要回来五万块钱 也能少亏一点啊 我今天看见他那帮合伙人了 其实我感觉他们也不太像 房地产行业的 因为我爸就做房地产呢 你看你 你都看出来了 那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呀 赶紧去管他要钱吧 薇薇 反正我现在也不太确定 等再观察观察吧 别再冤枉他了 我说薇薇啊 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太善良 你说我那小店亏损成那样了 你也没说把钱借给我呀 那你之前也没管我借呀 那谁知道你有那些钱呢 就别说这个了 我现在心里乱着呢 好吧好吧